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Ean 今天也是一样抢线看版本 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更新 那皮肤方面呢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已经发布了贴文 我发布的那则贴文争议也是对的 其实兵防御力增加是5% 步兵防御力减5% 工兵的生命值减少5% 那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其实还犹豫了一下 因为这个造型很像我们另外两个工兵的皮肤造型 那天我发布的消息讲 这一次的设计没有什么特别 并不是说这个设计丑 而是跟之前的设计是真的太像了 我真的认为说官方已经没有什么想法去设计皮肤了 像以往登峰造级的皮肤都蛮有特色 这一次就烧很多 比较多观众好奇的问题就是 我会不会去抢这个皮肤 不会 我不会去抢了 因为我没有加速 我现在正在打仗 你们不知道的是 等一下去点我就要打仗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是多么的赶着出这个影片了 加上我现在课经不如以前了 所以加速是真的非常少 我已经被贬低变成微课玩家了 所以我现在用这10%的防御力皮肤 我觉得还OK啦 失落皮肤都不用钱了 除非到最后一课真的没有人抢的话 我再试试看吧 再来就是活动方面 还好这一次的活动是七千宝石活动 因为圣诞节又要新年了 大家的开销应该也是不少 所以这一次可以不用买礼包去完成活动 当然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得及完成的话 也可以选择最后一篮去解锁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用来赶去完成啦 除非刚好你要冲灯风造极 需要用到加速保湿的话 你可以去购买礼包顺便完成这个活动 再加上新的地气带步兵明天转盘就出现了 有需要的玩家就去购买礼包吧 这一次活动的紫色皮肤供兵生命值增加5% 步兵防御力减少5% 这一次的活动还有包括药有结乐 药有结乐就是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统帅然后去抽卡 那么从这里看来他最新出道的统帅是到第五代 你有看到项羽在里面 不过有可能正式版推出的时候有做一些更改啦 可能没有选到第五代 等我们之后再确定 选择好统帅之后就可以邀请你其他的朋友跟你一起玩 如果没有做更改的话玩法应该是跟之前一样的 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那这个连续5天的任务我就不多做说明了 至于那个十二斤上的万国呢 其实只是跟NPC对话而已 我们之前的任务也是有出现过 里面的对话会随着时间慢慢解锁 可能今天只能解锁第一个 第二天就可以解锁第二第三个 对话结束之后就可以拿到奖励 里面的奖励还包括这一次活动的道具 然后是这一次的活动头像框跟名牌 感觉还可以接受了圣诞节的设计 然后这个星星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要获得的道具 打野蛮人收集资源采集就会获得这个盒子 盒子打开之后就有星星 海战也是回归了 然后你完成海战之后可以获得个人奖励之外 还可以获得镜头 这一次的奖励也是有包含这一次活动的道具 作战演习 再来就是这个新的活动 那我之前有讲过在KVK1之前的王国才有举办 因为在官方的规则里面是写预备赛季 预备赛季是在KVK1之前的赛季叫预备赛季 我们征服赛季还没有开始打仗那个叫备战期 那他的玩法就是计算你整个星期下来的总分数 最后看谁的分数高就可以晋级到下一个阶段 奖励方面有分成个人跟联盟奖励 那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个人奖励里面是有给镜头的 但是联盟里面是给四盟之输 还有抵抗之剑 那你已经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 怎么会给你这两个奖励呢对不对 之前官方公告里面有提到的 征服者宝箱跟立战者宝箱 就在KVK界面的下面 那么这个箱子跟我们现在的穿梭酒馆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箱子已经可以抽我们现在最新的统帅 也就是第七代的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箱子它是有限定时间的 然后里面的统帅呢你可以任意选 但是你选择之后并不能改变 就像新院子选那样 但是这里的统帅只能选择两位而已 抽一次要花3600颗宝石 以官方之前的爆料图来看的话 你必须要赢KVK才可以开这个箱子 你没有赢的话是不能的 那么你们有发现到箱子的颜色不一样吗 上面的箱子是金色 下面是粉色的 金色的箱子可以选择两个统帅 但是粉色的只能选择一个统帅而已 简单来说就是你赢了KVK 拿下皇庭要塞没有被烧 有征服者之症才可以开金色的 没有的话就全部都是粉色 再来这个是KVK1的东西 如果你练错统帅之后 可以返回原本的材料 那我看官方它返回的统帅是这支埃及燕后 但是埃及燕后呢 它只是丢输下去的 也没有开它的技能 根据官方放的图片呢 是会返回镜头的 但是它这里没有培养镜头就看不到 并且它还是有限定时间的 所以你们要把握时间去重置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爆料 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